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个美艳妖娆的女子 竟是恶棍满盈的 往生叫左使 顾念童 就在前不久 他潜入蛮夷 盗走蛮夷至宝 圣谷 结果 撞见朝廷镇摩斯成员 顾念童 把圣物教育我们 此刻杀物论 顾念童虽为女子 可身为往生叫左使 并非浪得虚名 经理完镇摩斯的 虾兵蟹将之后 蛮夷大将军 丧彪追来 顾念童天生媚骨 其手下皆是狐媚妖女 顾念童将圣谷物归原主 他此行目的 并非胜苦 而是挑起中原与蛮族战争 左手渔翁之力 然而 丧彪也并非善累 丧彪虽很辣无比 可顾念童出言诱惑 顾念童扬言 可助丧彪获得寿王神力 条件是让王生叫 在蛮族开分公司 灭了镇摩斯 美色全力贿赂 丧彪当场答应 二人挑了个好日子 开谈做法 结果 兽王嫌弃丧彪杀气太重 不答应 就在这时 手下来报 说是狼骑士来搞突袭 丧彪着急去打野 只能将升级之士 暂且放下 谁知 顾念童仍不死心 拿狼骑首领 与百兽通灵说事 再次诱惑他 为了控制丧彪 顾念童竟然用 往生叫的血迹术 让兽王的力量 强行与丧彪融合 关键时刻 一道金刚印从天而降 万万不可血迹 此法的弊端 会让兽王成为邪神 一群和尚赶来阻止 怎料 还是晚了一步 我们金刚印 帮助天龙 老和尚一命相搏 吩咐小和尚去通知镇摩斯 话音刚落 老和尚暴毙而亡 眼看小和尚再劫难逃 就在这时 狼骑士首领出现 本以为是场大决战 谁知 却趁机救走了小和尚 得到邪神的力量后 丧彪答应帮顾念童 消灭镇摩斯 话说着镇摩斯 隶属于中原朝廷 与衙门不同 处理的都是些邪魔歪道 此刻 镇摩斯已经收到消息 女将军花无双 奉命筛选精锐 去瞒移镇摩 其中 白虎营三人组 不被看好 花无常 萧震 宁无谋 花无常是大将军 花无双的妹妹 在外人看来 她是关系户 萧震则天生没有灵力 还身世不祥 宁无谋本事欲须扇弃图 擅长道法 可惜胆小怕事 谁知 点兵时 三人完美配合 无常 助我跑到手上法权 无谋 如此一来 三人联手 竟与花无双能打上几个来回 昨天 花无双带领 镇摩斯精锐出征 随行的 还有封印邪神的法器 谁知 桑标早已备战 镇摩斯刚到蛮族 就被蛮族大军万箭齐发 双方人马在山谷 展开了较量 镇摩斯精锐 法力高强 眼看占了上风 谁知 顾念童出来助战 你们的灵力被转移了 你们有灵力 你怎么知道 就当镇摩斯措手不及之时 花无双恼羞成怒 以一己之力 将重敌斩杀殆尽 花无双一只穿云剑 直击丧彪 谁知 丧彪狂吼一声 原本死去的蛮族士兵 突然复活 他们诡异无比 剑人就咬 花无双独自留下断后 他猜出丧彪有古怪 全力对战 花无双不惜一命相搏 怎料 丧彪虽被刺了个透心凉 却淡定自如 骗了 你是我遇到过最厉害的战士 眼看花无双就要命丧黄泉 突然发生意外 萧镇三人骑马返回 快速救走花无双 然而 丧彪却没有追击 此时的花无双 身受重伤 一时再劫难逃 花无双告诉三人 只有封印邪神 才能打败丧彪 这边三人送别大将军花无双 悲痛欲绝 那边 凯旋而归的丧彪 回到营地 向妹妹阿姨木 炫耀刚才的胜仗 殊不知 那天逃跑的小和尚 正藏在阿姨木的床下 兄妹二人交谈之时 丧彪突然双眼发红 丧失理智 原来 他被邪神的力量控制住 嗜血沉默 竟将阿姨木扑倒 吸干了两个守卫 丧彪这才恢复离智 因担心伤害到妹妹 丧彪掉头就跑 此刻 萧镇三人 因意见不合 产生分歧 花无双要去满足封印邪神 宁吴牟则要回镇摩斯颁救兵 我已经飞鸽传信镇摩斯本部 若在此期间 往生教和蛮王发动一手 袭击我大赵王朝边境的话 我们谁能挡得住 就当三人交谈之时 阿姨木和小和尚赶来 得知三人是镇摩斯成员 小和尚将来龙去脉说出 原来 这阿姨木是蛮族公主 同时 也是狼骑士首领 那天 正是他救下小和尚 与战斗派的哥哥不同 阿姨木希望中原与蛮族 和平共处 恳请公主祝我的 前驻成主 此刻 丧彪正火激火燎地冲向往生教 顾念童灌下一壶鲜血后 丧彪这才清醒 顾念童直言 自己用往生教的血迹之法 让他获得受亡的力量 条件是嗜血如命 这边 一行人乔装打扮后 在公主阿姨木的掩护下 顺利进城 然而 三个队友却没有按肖镇的计划行动 就当肖镇出门寻人之时 被顾念童堵在巷子里 谁知 这顾念童却不着急杀探 还施法放出肖镇队友行踪 此刻 宁无谋和小和尚正花天酒地 宁无谋一边喝酒 一边说肖镇坏话 而花无常更是单独行动 想要去找丧彪 报杀姐之仇 一边是酒肉和尚花花道士 一边是花家二小姐 恍顾军令 顾念童甲义替肖镇打抱不平 实则策反他 随后说出一段往事 十四年前 赵国和蛮族开战 眼看就要生灵涂炭 肖镇的老爹 也就是肖大将军 不惜一命与蛮王一和 最终劝退蛮族 结果回朝后 肖大将军却遭人诬陷 成为肖国叛徒 其中 花家和吴家 更是联名尚书 在皇上面前告状 导致肖大将军 被斩首示众 为了说服肖镇 顾念童又说 肖镇之所以没有灵力 是被镇摩斯封印 顾念童活上加油 不断魅惑 不断魅惑 酒连肖镇也分不出真假 此刻宁无谋和小和尚 酒足饭饱 二人不忘办正事 夺回圣谷 战场道法的宁无谋 放出一只只鹤 跟踪丧彪 美人上酒 肖镇叫你们茶探祭坛 你们竟在这喝花酒 宁无谋也不生气 赶紧将丧彪行踪 透露给花无常 此刻 丧彪将圣谷挂在脖子上 酒连泡澡也不离身 宁无谋趁他睡意正浓时 施法伸手去取圣谷 谁料 还是惊醒了丧彪 一把将宁无谋 扔进水池里 眼看宁无谋就要被揍个半死 花无常冲了进来 就在这时 一道金钟罩从天而降 来人竟是小和尚 就见小和尚周身 缠绕护体钢器 犹如开挂一般 小和尚一拳一个 夹兵蟹将毫无还手之力 娇阵闻声赶来 小师傅 谁知靠近圣物时 身体不自觉地抖动了起来 就在这时 丧彪追了出来 救出圣物 你全尸 突然天生异象 当丧彪清理完障碍后 几人早已逃之夭夭 事后 气急败坏的丧彪 杀到了狼骑士老巢 丧彪做梦也没有想到 与自己为敌的狼骑士首领 竟是相依为命的妹妹 此刻 萧镇四人误会解除 重新制定了封印计划 以圣骨为诱饵 设下四项伏魔大阵 任何妖邪进入阵内 必定灰飞烟灭 等等 这不是封印之法 面对质问 宁武某只得老实交代 那天 喝花酒时 封印伐器 被他们落在了蛮城 都是俩伏魔大阵 先给他打财 然后再让小皇上 用封门尽干印 暂时封印 直到如今 只能殊死一搏了 谁知 不证实 意外激活了 萧镇的灵力 然而 因顾念瞳的话 发生意外 杀掉蛮王 几溃蛮君 便可重振萧家 框耀恩美 萧大人 乃容器之体 吞并受处 不过颤纳之间 萧镇因怨念 走火入魔 眼看队友们 被掀翻在地 就连宁无谋的 瞬移术 也拿他没办法 好在小和尚 想出一记 听说麻血能辟邪 于是取来一些 强行灌入萧镇嘴里 如此一来 萧镇果真恢复了意识 他们不是我的同僚 他们是我的生死兄弟 此人危机总算解除 然而 一波刚平 一波又起 狼奇侍卫找来 我们宫主被抓了 是弩将军要拿他献祭 要夺走他的兽手之力 此时的丧彪 已经丧失人性 在顾念瞳的魅惑之下 他白下祭坛 竟要将妹妹活祭给邪神 一旦成功 他将获得与 百兽通灵的能力 此刻 萧镇四人趁机潜入蛮城 找回了丢失的封印阀器 这边 丧彪不顾族人的阻拦 把心一横 将刀刃劈向妹妹阿依牧 好在一根金刚柱 将他拦下 大盗王朝震佛寺在此 新天命 在人间 除魔未大 此人潇洒登场 先礼后兵 劝说丧彪放下屠刀 到手的权利 丧彪怎会轻易罢休 何谈不成 只能手下见真章 一时之间 现场乱作一团 小和尚趁机救下阿依牧 小和尚 你不是山下的女人 是老虎吗 这边 两人待阿依牧突围 那边 娇镇负责拦下丧雕 小镇为了取胜 不惜以邪制邪 丧彪怒不可遏 随即 两大魔头展开生死对决 此刻 小和尚带着公主阿依牧逃跑 却被蛮族人包围 好在关键时刻 阿依牧将族人说服 这边 萧镇虽既不如人 但不忘救无辜之人 而丧彪就不同 一边打 一边吸人鲜血 增加功力 关键时刻 萧镇想起了花将军的话 刚才你用了若是刀而被匕首 使出第八招破阵式 萧镇悟出最强刀法 请来鞋绳上身 一刀劈向丧彪 阵间 丧彪化作渣渣灰 顾念同见大势一去 飞身而逃 而阿依牧则成为蛮族首领 小和尚只能远远观望 我妹杨 还我李氏江山 不少 还我命来 楼椅一样的东西 别敢抗许天归死 十日之内 地形归位 可 必刀全剑 给我射 为了阻止武则天登基成帝 金鸾殿的上空 竟然飞出一条神龙 这只神龙却怒目远征 原来神龙只允许男人称帝 而武则天身为女流之辈 神龙无法接受女人称帝 所以来捣乱 同来的 还有金甲神兵 女官上官瓦儿一声令下 万箭齐发 可弓箭却伤不了神龙分毫 神龙喷出浓雾 将护卫们震飞 周侍郎不服气 大喊大叫 让护卫爬起来再战 顶头的三眼神将怒了 召唤出一道天雷 将其劈死 文武百官看到这一幕 吓得胆战心惊 这时三眼神将 又对武则天放出狠话 让他在十天之内退位 否则必遭天遣 说完 便与神龙消失在空中 武则天虽不信鬼神之说 但自此噩梦不断 武则天觉得事出蹊跷 于是让上官婉儿 去请敌人杰出山 众所周知 敌人杰一生三起三落 此时的敌人杰 应受小人诬陷 被贬在家 不过 他并没有闲着 醉心于小发明 这不 弄得整个敌府浓烟滚滚 大家误以为失火了 好友成三炮 抡起一口大水缸 这才化险为夷 结果 好心办了坏事 将敌人杰 交了一个透心粮 两人正欲出去散心 这时 上官婉儿奉旨赶来 谁知对方竟然竖着船指 按理说 上官婉儿是绝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果不其然 假上官婉儿掏出匕首 偷袭敌人杰 躲过攻击之后 双方较量了起来 敌人杰又乘三炮助战 几个来回就将对方击败 假上官婉儿心知不是对手 翻抢而逃 如业后 真正的上官婉儿 如气而至 你们倒自己送上门来了 看我成家三本府 闭脑门 陈三炮误以为来人是刺客 对着他就是一阵输出 静好敌人杰 及时英雄救美 三人聊过之后 误会解除 原来 眼前的上官婉儿 才是货真价实的 随后 敌人杰随上官婉儿进京 武则天说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如今 金龙现身 天神震怒 狄青 你信吗 其实 就连武则天自己也不相信 但那日文武百官轻言所见 敌人杰还没查 就知道是幻想 武则天也不废话 命敌人杰七日之内 找出真凶 随后 敌人杰来到大典前 寻找线索 此处 正是周侍郎被巨雷劈死的现场 结果一无所获 随后在上官婉儿的陪同下 来到大理寺 查看周侍郎的尸体 就见木板上躺着一具胶尸 表面上 是被雷电烧焦所致 可敌人杰却不这样认为 因为被雷电劈中之后 身上一定会留下疤痕 原方 你怎么看 经过一番分析 敌人杰断定周侍郎 是死于中毒 至于是什么毒 就连武座也是一头雾水 随后 敌人杰来到皇宫 向武则天汇报周侍郎的死因 却意外得知武则天 最近噩梦连连 觉得有古怪的他 请指到寝宫调查 期间 发现屋内有一种龙咸香 和周侍郎尸体上的气味相同 此香若是温多了 就会心神不宁 产生幻觉 尽香之人 是武则天的侄子 武尚书 来人 拜驾尚书府 此刻 武尚书还不知大难临头 正在温柔香之中 拨云擦雨 就在这时 屋外有人敲门 春宵一刻值千金 武尚书无法自拔 没有你和美人在一块更开心一点 就是圣上来了 我也不见 殊不知 眼前的女人并不是好人 瞧眯眯的在武尚书的酒里下了毒 圣上驾到 陛下 臣 臣不知陛下驾到 有失原因 武尚书被吓得跪地求饶 急忙解释 自己所献的是西语奇香 并非龙贤香 面对质问 武尚书似乎想起了什么 下一秒 又没有打雷 武尚书竟然化作一具骄尸 死状与周侍郎一样 敌人节断定 下毒之人 就在尚书府 立马请命 封锁尚书府 将府中所有人召集到院中 一番检查后 锁定目标 武大人是你 大人 你说什么 我并不知道 女人还在装傻 谁知 敌人节拿来一壶酒 沾了沾女人的指甲 让她喝下去 女人见事情败露 仓皇而逃 人虽跑了 但落下一块玉佩 玉佩的主人 竟是皇上最宠爱的太平公主 去公主府 替公主把玉佩取来 将官婉儿 奉命到公主府搜查 结果 玉佩没找到 反而搜出一件龙袍 在古代只有天子 才有资格穿龙袍 私藏龙袍 可是大罪 武则天恼羞成怒 将公主关进冷宫 听后发露 而敌人节这边 也有了新线索 和自由出入进宫的有三人 其中国师擅长易容之术 敌人节回想起 武尚书临死前的动作 觉得不对劲 众人皆知 武尚书是左撇子 可他临死前 却用右手握住脖子 难道另有隐情 眼看有了新线索 关键时刻 敌人节却摆烂了 整天在家睡大觉 不去查案 眼看七日之前就要来到 急得上官婉儿抓耳挠腮 你怎么还坐得住 好 你不抢 我去抢 片刻之后 上官婉儿又折返了回来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 没有了往日的泼辣 千娇百媚 说吧 直接上手 就要给敌人节来个全套服务 这些小伎俩 自然瞒不过敌人节 敌人节将计就计 接凯游 确定眼前的娘们 是个冒牌货 原来 婉儿的脖子上有块胎计 上次敌人节英雄救美 无意之中发现的 子女却没有 冒牌货再也装不下去了 拔出匕首刺来 净好敌人节早有防备 一番较量下来 冒牌货落荒而逃 就在这时 又一上官婉儿赶来 天神一案已破 走 进攻面胜 敌人节拉着他就走 经当着武则天的面 举报上官婉儿 是天神一案的真凶 理由是神龙显示 是前朝迅龙卫的幻术 这幻术与我何干 原来 上官婉儿的曾祖父 就是迅龙卫 说吧 就要去查上官婉儿的府邸 上官婉儿自觉坦坦荡荡 没有凶器 怕什么 谁知 在赶往上官府的路上 一阵箭雨来袭 就见那日的三眼神将 从天而降 武赵涅天改命 人神诸之 封主太平 和天下太平 原以为这三眼神将 会劝武则天 还位于李家 没想 居然是扶持 太平公主上位 最后 三眼神将又劝说 上官婉儿 行刺武则天 原来 这上官婉儿 本是罪臣之女 沦落为宫女 一辈子无望出人头地 却因为其才华出众 受到武则天的器重 成为女官 如今 却被三眼神将 认定为同伙 上官婉儿 百口莫辩 只能束手就擒 谁知下一秒 三眼神将 召唤出一群天兵 向武则天杀来 博士一马当先 冲了出去 他武功齐高 先锋倒鼓 更是一掌 拍死三眼神将 装神弄鬼的玩意儿 该死 逆贼 已然伏法 没想 这三眼神将 居然是杀手假冒的 完事后 上官婉儿被打入天牢 入夜后 敌人杰来探监 上官婉儿义愤填膺 敌人杰却意味深长地告诉他 今晚 一切将会水落石出 此刻 武则天还在大殿批阅奏折 却不知 护卫已被调走 突然 一个长得一毛一样的人 走了出来 你是谁 你是谁 好大的胆子 你可知 冒充阵乃是诸九族之大罪 冒牌或一脸的无所谓 就在这时 国师出现 你是在召唤侍卫 侍卫已经奉陛下之命 前去较差了 你究竟何人 我是这天下的主人 原来 国师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他利用幻术 制造天神一案 陷害公主 婉儿和武尚书 将武则天的亲近之人 全部铲除 再用翼绒术 通降出一个傀儡皇帝 这样一来 他便是十全皇帝 这明白了 那接下来 就由我来送您上路吧 先军一发之际 上官婉儿赶来 替武则天挡下攻击 随之而来的 还有敌人杰 武尚书 公主 敌人杰 你是怎么怀疑到我头上的 国师谋反 被当场抓获 敌人杰也不吝啬 满足了他的好 好奇心 原来 敌人杰最早怀疑的是 武尚书 武大人是个左匹 但是那日替身临死之时 却用右手抢 加之那人双手白嫩 绝非练武之人 武尚书功于心计 为了自己的地位 不择手段 绝不会任人宰割 所以 敌人杰了定 死去之人 肯定不是武尚书 而是他找来的替身 因此 武尚书被排除了嫌疑 至于上官婉儿 敌人杰从他脖子上的 梅花印记 便知有人在冒充 所以 上官婉儿也被排除嫌疑 至于那两句交尸 是因为服用了龙贤香 为了让国师死心 敌人杰说出他的真实身份 前朝隋阳帝幼孙 杨志远 当年 他被驯龙卫所救 见身份被揭穿 国师却为敌人杰叫好 随后 劝说他与自己联手 事成之后 江山分塌一半 敌人杰自然不会答应 一怒之下 国师召唤出神龙 准备将他们团灭 就当国师得意之时 敌人杰却早已查出破绽 原来 前朝皇帝寿臣时 曾命迅龙卫 唤出神龙 其实是假象 神龙乃是木头雕刻 充剑手万箭齐发 活不其然 木龙玉火被点燃 不过片刻就复之一具 国师见此技不成 又生已尽 金家分身 杂斗成兵术 国师一番操作 一道金光闪过 他本人竟然化作天兵的模样 身后还跟着一群小卡拉密 双方殊死一搏 没想到 有了装备的国师 战斗力倍增 就连婉儿和成三炮联手 也不是对手 结果 半路杀出个成了金 国师被当场干趴下 而手下 也被围剿带尽 谁知 国师仍要垂死挣扎 博师姿势摆得挺帅的 结果并没有招来雷电 原来那天 敌人杰查看案发现场 发现地面被人校正过 还有硫磺的气味 暗中一查 国不其然 在屋顶上发现了火药 于是 悄悄将他移走 证据确凿 国师无从抵赖 今生 杨志远 何生 敌人 自此 神龙一案 真相大白 君王之道 不同于断岸 非黑即白 快走 快 堵门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惊悚的一幕 一夜之间 暴毙的百余名村民 集体诈尸 如同恶鬼般扑向活人 十五年前 大唐远征突卷 唐军本想抄近路 突袭敌军 却在半路遇到诡异时下 唐军本想置之不理 谁料 怪事频发 见鬼了 我们怎么又回来了 敌人街惊悚的发现 地上消失了一具尸体 同伴瞬间哄堂大笑 难不成 死人能复活 然而 一便突生 你是什么人 看着眼前面目猙獰的怪物 唐军惊惧不已 他们还不知道 这叫丧尸 以为刺穿心脏 就能一击毙命 然而 丧尸依旧生龙活虎 好在敌人街及时出手 一刀砍下怪物头颅 刚才的死事 死人真的复活了 敌人街制出火把 惊惧地发现 洞窟内 密密麻麻的丧尸 然而 丧尸已经爬了上来 唐军只能硬着头皮迎战 可丧尸刀枪不入 毫无痛绝 唐军欲血奋战 损失惨重 最后 将军迎爆炸药 与丧尸同归于尽 一行数人 只有敌人街侥幸存活 敌人街心存不甘 十五年来 一直苦寻线索 临近武皇大寿时 他终于看见了希望 原来 近日 房州发生了一起惨案 古藤村村民 一夜之间全部暴毙 房州刺史带人去调查 却被恶鬼杀死 武皇之侄 无名之急忙上走 房州闹鬼一事 必定是有人 故意针对天后 天后 您不得不防啊 事关重大 武皇想起了能臣敌人街 此时 敌人街正假扮尸体 考验徒弟 凶手将其毒杀之后 又伪造了伤痕 显然是故意维持 没错 我也是这样想的 大人大人 居然把他一个活人 当成尸体 敌人街果断给了零分 徒弟江桥 嬉皮笑脸地求他手下留情 这料 不速之客 吴敏之 忽然赶到 他宣读武皇之意 命敌人街 前去卢州调查 房州 不正是太子李显的属定 李显被贬为奴陵王多年 一直隐居房州 此案一出啊 都说他对天后怀恨在心 见吴敏之话中有话 针对太子 敌人街忧心忡忡 吴敏之一直想除掉太子 让武皇传位于他 朝堂之上风波不断 房州也暗流涌动 敌人街赶到房州 面见太子时 察觉出反常 太子身上 一股诡异的姓花味 至全从即 他并未深究 更让他震惊的是 尸体的惨状 竟与他15年前 遇到的怪物 一模一样 师父 师父 敌人街惊出一身冷汗 管差告诉敌人街 村民的尸体 在夜间死而复生 变成痴人的恶鬼 到了白天 却消失不见 还没等敌人街细问 吴敏之的走狗王玉使 粉末登场 本官奉天后之命 前来协助敌人结查 太子 不对啊 卢灵王 王玉使暗讽太子 心存怨愤 是卢州命案的真凶 敌人街赶忙出言相护 为了早日查清真相 敌人街以身犯险 夜叹村庄 果不其然 找到了当年的诡异实相 这个地方 有点不对劲 怎么要小心防备 谁 两人急忙追击 神秘人身手不凡 轻松躲过飞刀 敌人街挥刀迎敌 并趁机摘下敌人面纱 神秘人 竟是个女子 好在她是有非敌 不良人 沈青青 我跟你们一样 也是来查案的 沈青青一眼就认出两人身份 此案牵涉不少势力 敌人间劝她 趁早抽身 沈青青自视甚高 这么着急赶我走 莫不是 怕我抢了你的风头 正在这时 一边突生 一群丧尸 向他们扑来 咱人纷纷拔刀迎敌 一路砍翻数千丧尸 然而 双拳难敌四手 丧尸像蝗虫一般涌来 三十六计 走为上计 快走 快 走门 三人死死抵住木门 直到天光大亮时 丧尸也到了下班时间 三人四下寻找消失的丧尸 终于在一个枯井中找到 还没等敌人间调查 王御使就带兵赶到 捉鬼 总是要冒一点风险 要不然 这鬼 怎么会自动现身呢 捉鬼 大人莫不是被吓迷糊了 王御使还要反驳 却看到枯井中的尸体 他当即下令 毁尸灭迹 土地江桥 设施未深 还在疑惑 为何人会变成鬼 鬼不可怕 就怕是人心里有鬼 摩高一尺 道高一丈 一回到驿馆 敌人街就要验尸 尸体都已经被王红银给烧了 咱们还怎么验尸啊 师父 你还留了一手呢 火不其然 尸体内另有玄机 看着眼前化为黑烟的蛊虫 敌人街低头沉思 神经轻逼问他 是否知道线索 你怀疑我 我只是好奇 不过 我从不相信任何人 屋内气氛瞬间凝固 谁料 官差突然禀报 王州又发生离奇命案 一个卖酒的老翁病逝 一家人在守灵之夜 全部被杀 并且身上都有被撕咬的痕迹 而老翁的尸体 却消失不见 老翁的确有个孙女 但是这里都找遍了 没发现她的尸体 众人追寻地上学迹 来到屋内 敌人街看到满屋的兵书 推断老翁身份不简单 便让差役去查她体系 随后 众人在床下 发现了老翁孙女 他吓得瑟瑟发抖 哭得直向对面衣橱 敌人街过去查探 老翁竟在阳光下 灰飞烟灭 这老头生前 肯定死得冤 好在线索并未中断 敌人街注意到了 柱子上的符咒 还以急忙回禀 是一个西域法师 有个混名 鬼影罗刹 他成天散布摇影 说他的符咒 能驱鬼保命 我知道他在哪 原来 房州有一座地下城 这里本是清朝古墓 现在 被各路牛鬼蛇神占据 做一些见不得光的生意 沈青青常年混起黑白两道 抓过一个教徒 严刑拷打后 他吐露了鬼影罗刹的祭坛 三人乘船 在大雾中抵达地下城 三人穿过地下城 来到祭坛 恰恰撞上了鬼影罗刹 举行献祭 沈青青如实相告 民间流言四起 说古藤村 是因为推倒了这个雕像 全村人才受到诅咒 变成恶鬼 三人乔装成教徒 昏如祭坛 虽然成功打伤鬼影罗刹 但也暴露了身份 眼看鬼影罗刹 要趁乱逃走 敌人杰飞身追击 然而 狡兔三窟 鬼影罗刹窜进密道 打开机关 好在敌人杰 神级闪避 成功躲过 鬼影罗刹还不死心 从背后偷袭敌人杰 敌人杰拔刀迎战 到底是敌人杰 既高一筹 一见刺中鬼影罗刹 谁料 一个木盒滚落在地 神清清和江桥 也赶来支援 见识不妙 鬼影罗刹急忙逃走 好在此行 有所收获 敌人杰将虫草 进入水中 只见无数虫卵 瞬间浮出 这碗里 飘着的便是 无量鬼虫的虫卵 所以说 那些尸体 变成了刑狮走肉 是因为食用了 这种古曼青的虫草 敌人杰却摇头否定 他用枝叶 对小白鼠做实验 小白鼠居然死而复生 这一切 都是虫草枝叶的威力 英真插入 虫卵入侵脑碎 和五脏六腑 就会变成刑狮走音的 而虫卵惧怕阳光 所以丧尸 只在晚上出没 江桥还闻到了 熟悉的杏花香味 是他的味道 刚才泡过水 才散发出来的 一人杰突然想起 出道卢州时 他从太子身上 闻到的杏花香 众人赶忙去寻太子 一人杰闯进府内 却发现太子自甘堕落 太子痛苦万分 五皇杀法果断 已刺死了他的两个哥哥 自己朝不保夕 他们都想让我死 就算我躲到这 我也不能安静 这时 王玉石带兵闯入 说是街道密报 太子蓄意谋反 制造赤木怪物 原来 他早就派人监视敌人杰 察觉敌人杰 找到真相 便先下手为强 嫁祸太子 你们眼里 还有没有我这个皇子 阻拦我 那可是欺君之罪 侍卫从太子身上搜出 带有虫草的香囊 王玉石反将一军 多谢敌大人 要不是你 本官没这么快 找到凶手 看着王玉石 小人得知的嘴脸 敌人杰心下挫败不已 但他并未放弃查案 三人继续调查 诡异实相 发现鬼影罗煞 来自魔窟族 当年 他们被武皇灭族 如今 鬼影罗煞 嫁祸太子 将让他们母子相残 为了查清真相 三人启程 再探地下城 一人接这才发现 自己被耍了 鬼影罗煞 也是替罪羊 三人果断撤退 然而 今来容易 出去难 他们已被丧尸包围 三人浴血奋战 然而 丧尸层出不穷 敌人杰和沈青青 被逼入绝境 师父 快闪开 江桥一把火 阻断丧尸大军 他刚要求师父表扬 谁料 一只丧尸冲破火海 敌人杰悲痛万分 江桥不仅是他同胞之子 更是他教导了十五年的爱徒 此时 无名之将捏造的太子罪证上交 这 是杨虎为患 竟生出一个逆子 这边 太子危在旦夕 那边 敌人杰却一筹莫展 他埋葬好爱徒江桥 将沈青青 图露了真相 十五年前 他侥幸存活后 调查真相 却发现 有人暗中扫出痕迹 他去找下达军令的将军 发现将军一倍出展 那年并不是狼里计 因为谋逆被满门抄斩 将军也因死水 受到了牵连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沈青青突然想起一条线索 原来 麦九老翁 曾是兵部官员 两人当即行动 那个老翁 名叫赵元朗 曾官居兵部园外郎 敌人杰这才知晓当年真相 原来 十五年前 吴敏之 遭贬哲 为了对抗太子 他勾结鬼影罗煞 制造出杀人武器 赤目丧尸 当年的幽明城 根本没有突厥人 是他为了检验丧尸威力 假传军令 让一营士兵 前去送死 兵部侍郎李济 发现了真相 却被吴敏之 火同赵元朗陷害 如今吴敏之为了陷害太子 又顾忌重施 利用鬼影罗刹 制造赤目血案 故意留下线索 一步一步 引导我们查向太子 拿到证据的敌人杰 即刻动身 这边 敌人杰查到真相 那边 太子也见到了凶手 太子顿时陷入绝望 然而 局势尚有一线生机 敌人杰快马加鞭 一路击驰 即将上京 揭露真相 和天下没有葡萄风的墙 刺客已经埋伏在半路 两人被刺客团团围住 没了打野江桥的配合 敌人杰小队 战力直线下降 在一群高手的围攻下 敌人杰被揍得口吐鲜血 眼看敌人杰 要成为刀下亡魂 敌人杰 神轻轻挺身而出 扛下一刀 他强忍疼痛 换来马匹 将重伤的敌人杰 送出重围 但自己 却身中束刀 香消玉允 这边 敌人杰命悬一线 那边 吴明知却躊躇满志 他得意地做着皇帝梦 今天 太子就要被处死 王玉使带人 来到牢房行刑 谁料 太子居然变成了稻草人 王大人 别来无恙 原来 敌人杰在最后关头 赶了回来 他将证据呈给了武皇 太子终于沉冤得雪 谁料 消息走漏 吴明知已经溜之大吉 敌人杰下令 全程搜捕 武皇寿宴之日 他正钻研如何挽救丧尸 谁料 九翁 孙女的娃娃 给他当头一棒 小女孩看到的是神凶 来人 对了 果不其然 敌人杰拦下了真正的鬼影罗刹 我刚到房州 就感觉每一步都在别人的计划之中 为的 就是应导我揭露吴明知当年的罪行 幕后真凶 竟是假死脱身的神清清 原来 她是离弃之女 当年 父亲被吴明知 陷害致死 她迎人数年 为父报仇 敌人杰劝她回头试案 然而 当年她父亲还冤 满朝皆知 武皇一手放纵 只为护住吴氏地位 如今 她要仇人血债血偿 就算你已经查明了真相 也已无力回天 神清清拉动机关 大批丧尸向外冲出 此时的吴明知 也被制成丧尸 天道好轮回 吴明知自食恶果 此时 皇宫已经乱成一团 侍卫和丧尸 缠斗在一起 但武皇依旧面不改色 神清清冲向武皇 你到底是何人 原来太子早有埋伏 神清清用不可置信的目光 看向太子 敌人杰在一旁 两久不语 但他心中已如明镜 如此庞大的计划 绝非神清清一己之力 能够完成 幕后主谋 只能是太子 不甘沦为棋子的敌人杰 前去对峙 太子供认不讳 当年他被贬卢州 为了翻盘 他救下沈清清 最后策划了卢州命案 用自己做诱饵 引吴明知入局 为了灭口 又射杀沈清清 帝大人 如果你是那只受伤的鹦鹉 你会怎么选 太子府内 杀技一触即发 谁料 武皇突然传召敌人节 君王知道 不同于断案 非黑几百 原来 武皇早就知晓一切内情 他要的 就是一个很辣的帝王之财 敌人节无言以对 为了江山稳定 他最终选择妥协 劝武皇传位太子